香噴噴的烤肉不少人喜欢也烤点海鲜 但今年想吃烤秋刀鱼荷包可能会大失险 因为今年秋刀鱼捕获量减少 这一周每公斤的交易量为52.3元 比起去年同期的22元 涨了将近1.4倍 另外涨价的还有鸡肉 油亮的鸡肉看起来很好吃 但摊半可是叫苦连天 因为白肉鸡价格来到每公斤49.7元 土鸡58.3元 各涨了14.6%跟2.9% 但业者根本不敢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只能自行吸收 这边去啦 咱们大一边去啦 这边插楼就差不多四五十块 就连鸡蛋也涨了2.1% 至于青菜因为今年没收到台风侵袭 维持稳定 比起去年同期还要便宜27.9% 但预计中秋节前五天开始价格会攀升 至于中秋应景的月饼 知名月饼店外头因为价格没涨 还是满满人潮 但小宝处调查 量饭店超市超商的月饼 还是有两成三涨价 因为爱吃就会来买 大成 对 虽然民众认为些微调涨还是会买单 但若大量购买就得多比价 才不会大失血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